- 健康好生活,生活好健康,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入秋之后很多观众朋友会发现 PM2.5跟空气中的雾霾感觉好像是变多了 事实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统计了 那PM2.5确实是对人体是会造成伤害的 但是呢,这个每天公布的台湾地图 你会发现这个三级空间区真的也是蛮多的 那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如果家里头容易呼吸系统不好 或者小朋友容易过敏的 PM2.5或者空气的影响跟伤害可能更大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来调养,再会这一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江守山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再来是胸腔科的医生好朋友,徐培松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耳鼻侯科的医生好朋友,乌敏如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料理好朋友,阿方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黄锦龙师傅 大家好 好,这个先问一下江医师 我刚刚讲PM2.5伤害很大 那可是偏偏,如果你每天认真看气象 最近的地图都长这样 都是红的 都是红的 而且很麻烦哦 像我有朋友,这个本来就有气喘体质的 每次遇到这个,就一直哭哭哨 可以搞PM10保五颗,PM10摆五颗横摆 就是一个头发的宽度 那一个PM10里面可以再摆四颗 PM2.5 那小到这个程度 我们发现我们的鼻毛拦不住它 我们的气管签毛拦不住它 它进入我们的肺部之后 可以直接入血管 然后从血管跑到 包括我们后来在肝脏找到 在血管内皮找到 在大脑里面都找到什么 PM2.5里面可能负载着什么 它带着一些重金属 带着带奥兴 带着病菌、病毒这些东西 跑到我们的体内去 你想说那么小的东西拦不住 进入体内之后 你看它造成的影响有多少 像我一个金人代工厂的处长 他的小朋友三岁 然后一年要发作四次的中尾炎 中尾炎很可怕 因为他发作起来小孩子会痛 痛了一直哭嘛 而且也会发烧嘛 对 然后要长期给抗生素 一给就给两个礼拜干嘛 那就很担心 以后那个耳朵会坏掉 你知道吗 刚好他们公司派他 到美国去新厂去那边辅导 所以他就带了小孩去 我跟你讲 因为美国大部分的城市 PM2.5都比我们低很多 那带了那小鬼去之后 后来回来说 那小鬼在那边 一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 真的让人家觉得很感慨 那其实空污这个事情 影响到你看连中尔炎都受到影响 可是是不是不可抵御 这个也不尽然 像我有一个病人 他才五十几岁 然后就被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脊 因为他当兵的时候 就开始抽烟 那五十几岁到当兵 你看看他已经过了快三十年了 超过三十年了 那后来我建议他吃B群跟鱼油之后 他从六个月的咳嗽降成一个月的咳嗽 那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很... 鱼油抗发炎我理解 B群也有帮助 对 这个B群这个研究是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报上面 他的研究就是找了一群人 然后给他吃B群跟假的B群 就是淀粉 假药 然后看他在空气暴露之下 DNA的伤害 去测量那个DNA的伤害 发现差多少 差28到76% 所以明显的这些高单位的B群可以保护我们在空污下 让我们的DNA不要受到伤害 遗传物质不要受到损伤 美国环保署找人家来吃鱼油跟橄榄油各吃一个月 然后比较他心脏受的伤害 发现吃鱼油那一组心脏的情况远远的比较好 那另外2005年有另外一个研究是找了50个安养院的老人 然后给他吃鱼油跟大豆油 那跟台湾比较接近 那结果他比较他们在这个吃鱼油跟大豆油 两组在空污之下的表现 发现他的确心血管系统表现比较安全 比较好 心脏变异率比较好 心脏变异率就是让你看到漂亮的妹妹要跳很快 晚上睡觉跳很慢 这是正常的心脏 你如果心脏一层不变的 看到漂亮的也跳不快 看到这个在睡觉的时候也跳不慢 那代表你的心脏就快出问题了 所以老生物定可能其实是他心脏不好 对 他心脏快出问题了 那美国的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 做了一个花椰菜芽汁的研究 他发现吃花椰菜芽汁的时候 可以保护它避免这个柴油引起的鼻烟的发炎反应 然后紧接着更大的医院 John Hopkins 约翰普金斯大学 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找中国人 因为中国空气污染比较多 你知道吗 人家来找我们做研究 有时候你不用太高兴 他都看你那个污染多 他才找你做研究 他在长江三角的地方 找了148个中国人做研究 他发现说 吃花椰菜芝的 比没有吃的那一组 它的尿中排泄的这个毒物 吃花椰菜芝的那一组比较高 所以显然花椰菜芝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促进排泄这个空气的污染物 第二个抑制鼻腔的发炎反应 所以为什么吃这些东西 可以帮助你对抗空污 原来就很多研究的来支持 真的 那问一下这个周太医 中医的角度也常常觉得 秋冬都是要顾费 对延续刚才说的饮食 可以对抗空污之外 中医更聚焦在白色食物 它其实是在抗一些肺部的感染 或者润肺 你会发现把咖的食物 再把它从萝卜硫素也好 或是抗发炎的话 我们再聚焦到白色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的肺 其实肺在这边 是外道开窍到鼻子 下面到大肠小肠 所以肠胃道 如果吸收了这些白色的食材 第一个是 它有萝卜硫素可以抗发炎 它去抗癌去自由基 还有就是你会发现 白色食物有非常多的一些水分 它可以滋润秋冬 比较能干涸的身体 和枯燥的黏膜系统 所以像一些竹笋 莲子莲藕 山药 梨子 牛奶 甚至像白萝卜 还有菇类 甚至中药材的像玉竹 白竹 都可以对小朋友去做处理 像有个特殊族群 就是说 它第一个 它既不骑摩托车 它也不在外面做工 也不煮饭 就是小朋友 比如说像我一个病人 它其实小一到小六 都常常在这边看过敏 还有看气喘 那每次来的时候 因为在小朋友发育期 它会常常会流鼻血 那流鼻血它很特色 它都会这样 那就嘴巴吐出一口痰 一口血 我们说那没关系 因为它是因为少年时期 是在鼻黏膜很薄 过敏 它用力吸鼻子 它就会流鼻血出来 我们都用这样子 跟小朋友说 小朋友不要担心 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天气变化 它开始会沉起 咳出血来 那这个就很奇怪了 慢慢就带来看 那一开始 我们也是用保守态度看 它说 那应该没有关系 是过敏 可是越来咳嗽的时候 出血量会变三坨四坨 后来我就问他说 小朋友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生活变化吗 他说因为小六了 从早上八点钟进校园 到中午两点钟之后 还有就是课后辅导班到八点 整个在校园里面 因为整个东北季风来了以后 买害空污加了很多 再加上移动式的空污 摩托车辆是很高 在北部地区 所以他变成说 他觉得呼吸很不舒服 而且经过晚上睡觉之后 水分没有吸收很好 代谢不OK 早上起来咳嗽 带血情况很严重 所以我们就跟妈妈说 如果在秋冬时候 对小朋友保养 我们加上这些润肺食材 好像会比较好 咕嚕嚕嚕起来 因为最近双降 你知道节气双降 双降有个特殊的话是 双降水分都枯竭 还有风在吹的时候 草木都会枯竭了 这时候草木枯竭 人就像草木一样很干燥 我们用一些牛奶 莲藕 还有莲子牛奶 甚至冬瓜汤 去滋润小朋友的黏膜部分 还有鼻腔 气管 自然达到它的减缓效果 所以缓解之后 大概一个礼拜 就慢慢的减少出血了 那接下来我们阿邦老师 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秋天这个季节 也推荐大家吃的山药鸡片锅 刚刚中医讲说白色入肺 那其实很多白色的食材也富含膳食纤维 杏鸡菇 白木耳 山药 莲子 花椰 都是这个日一节百搭的健康好食材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除了白色的这个概念之外 在我手上就是只要一路秋 这个季节就是很容易很听到人的哭哭扫 那我自己因为平常讲话会用声音 到这个季节我其实也会喝 这个应该算另外一个白色的这个补材吧 这个花旗参 就是西洋参 一般就是西洋参 补气 对 补气 然后好茶来喝 其实我除了就觉得这个很舒服之外 然后再来就是会精神很好 那我 你待会要用这个做料理是不是 那我就自己也常常说 有时候在家做菜的时候 要煮白色食物 那就白到底 来 我就会放蒜仁 然后呢 再来就把这个花旗参呢 把它泡过了之后呢 就直接把它放进来 这个花旗参是那个中药房可以买吗 对 可以买 周太医请教一下花旗参贵吗 花旗参一点都不贵 因为它现在养殖式的花旗参 花旗参用量一定要多 比方一杯要八片九片 对 人参一定要用量少 你知道有一阵子鸿海那个威斯康星州 他们去投资嘛 他就大量的呀 所以花旗参事实上是比较平价的深嘛 跟那个韩国的高利参人参来比的话 价差是很大的 价差很大 但是它的功效也非常好 当然它没有办法补全身 对 可是它就对于免疫系统 气管过敏强化新陈代谢 其实它预防感冒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说入秋稍微喝一点也比较舒服 然后再来 秋冬也是感冒剂 我拿来做菜 我觉得它的味道也不会像那个韩国人参 不会那么重 对 然后在里面我就放了一点点的山药 一起来煮 就花旗参的参味比较淡 那比较淡也有一个好处就是 家里的老老少少接受度可能比较高 是 然后再来就是 这样的水你可以看到 我都还没有煮任何的这个蛋白质来源 我基本上就会把很多这个 像白色的食物放进来 连这个季节的这个花椰菜 花椰菜差不多在这两个礼拜 开始在市面上已经看到很漂亮 就是花朵很美 很大 然后再来就是骨 已经见到绿骨的花椰菜 那这个在妈妈在家里面怎么炒 怎么煮其实都是好吃的 然后现在就让它开始煮汤 稍微焖一下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 我就刚好把这个鸡肉的这个部分 鸡肉我用了一点盐 我们先看看 这个是鸡胸肉 用鸡胸肉来做鸡片 要做的好吃技巧很重要 那先说说鸡胸肉怎么片 例文顺文 对来是生的时候 我们说吃鸡胸肉 当你它是生的时候 你要拿刀去片它的时候 就逆纹 好 那煮熟的鸡胸 有的人是买那个煮熟的鸡胸 你回来你再把它逆纹片 你就会觉得不好吃 你就要拿手去剥 剥顺的 那吃起来的口感就会好 所以鸡胸肉在生药料理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是逆纹切 如果是熟的时候你用手来顺丝来剥 会比较好吃 好 然后我就会补一点这个盐 胡椒米酒 然后再来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让它滑嫩 等会飘到那个汤里面 蛋白 因为它没有油脂 对 那等于稍微少量一点点蛋白就够了 对 现在放上去之后 那个蛋白它比较容易灼水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放微微一点点量的一个淀粉 就是太白粉 好 所以稍微挂一点点 对 好 你开始拌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产生粘质 对 然后瞬间你刚刚的蛋白 再经过了你放一点点的太白粉 你就会发现你刚刚片的稀里薄的这个 它就会变厚 那等会去泡在汤里面的时候 会就很好吃 那我们在讲说煮这个鸡胸肉 它其实因为片得很薄 熟的速度很快 所以它绝对会是最后一个下锅的 那现在可以看到我的汤水 对 已经上来了 所以蛤蜊 我的蛤蜊盐份 对对对 天然的 而且如果你有蛤蜊有入汤头 有的时候不太需要再加盐巴 对 就这样子放上来 然后呢 我把 这个季节 味精 调一点红枣 对 真的厉害 把红枣当味精用 把蛤蜊当盐巴用 对 然后放豆腐皮 那因为我们不想要过度的 尤其这豆腐皮 我们都不确定它的油脂到底是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 所以我通常我还会用热水把它泡过 好 把它泡过 对 我把它泡过 对 好 然后放上来去煮它 好 然后它很快因为是热汤 再来接下来就是等那个蛤蜊滚 对 每天不是大壳就是小壳 它也都习惯了 好说歹说它终于去照了片子 果然真的是一个肺癌 肺癌我们除了说常见之道 像吸烟 其实这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是一个 一级的致癌物质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漂这个 所有的这个鸡胸肉 然后慢慢的就是 铺在上面 也不用一直很大力的滚 事实上鸡胸肉用泡的泡手 泡手 它的水分比较不会流失 对你现在看到我就是铺上了 下面弄了花椰菜 它会顶上来的 然后上面再帮它铺了那个席子 就是那个豆皮 然后就是想办法不让那个鸡胸肉 是直接在里面煮的变硬 好 那泡汤的同时请教一下徐医师 很多人在公车专用到等公车待很久 有的时候万一运气不好遇到一个老公车 那个噴出来的那个PM2.5的伤害也挺大的 对其实这个交通工具的排放的废弃器 其实它的PM2.5弄度也是相当的高的 所以长期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时候 其实会对我们的呼吸道系统 对我们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常常我们现在都会听到很多人他不抽烟 但肺部出问题 其实跟空物一定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最近就有一个病人 他年轻不到40岁的女性 光看他走进来觉得这个病人不太对 有点喘 一进来的时候就一直咳嗽 我们那时候一看他一句话 在问他这些喘的情况的时候 他一句话讲不完 他需要停下来休息 心里就想这个有点状况 我们门诊很习惯 胸腔科门诊我都会放这个那个血氧剂 就夹在手指头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血液里面的氧气浓度 一夹上去就只有90出头 我们通常正常人像你我 我们去夹大概都98% 99% 都是饱和的非常好的这样氧气浓度 他一夹其实以他的年纪 不应该只有90出头 赶快让他去照张X光 然后回来一看就是很不好 他光看起来两边的肺都是花花的 右边下面有一个阴影 大概三四公分 除了那个大的阴影以外 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些散散小小的细细的 那这种根据过去的经验就是 又下肺一颗主要的肿瘤 然后肿瘤随着血液的这个循环 到了其他的肺部定下来 然后再长出细细小小的肺转移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些很厉害的肺转移 才会让他的血氧氧气交换出了问题 那这个一看就得赶快处理了 所以我们帮他安排了进一步的切片 就证实是一个肺腺癌 那这个肺腺癌 他本身其实没有抽烟 没有这个特殊的家族癌症病史 可是他就得到了肺腺癌 那也还好他在帮他做进一步的分析 发现他很适合吃标白药物 他可能对标白药物会很有效 所以赶快开始用上药物之后 他症状就改善很多 所以我们知道说 就还好有发现 也还好有合适的药物 没错 可是也不是每个人吃标白药都有用 所以他也算幸运 对他需要去做特殊的检测 然后证实他可能是比较适合使用的 所以目前其实肺癌 我们除了说常见知道 像吸烟二手烟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 大家会提到的危险因子 可是包括像这个空气悬浮 也就是我们讲的PM2.5空气污染 其实这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是一个 一级的致癌物质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些是跟基因有关系的 有些人他的基因 就特别容易产生这样子的癌病变 那还有就是一些家庭室内室外的空气污染 厨房油烟其实也很重要 所以封建各位 有在煮饭的这个婆婆妈妈们 这个记得要开抽油烟机 或者三不五十 让你们家兆咖通风 这真的很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 好 那同时间我们阿方老师的鸡片也泡手了 只要汤稍微泼一泼它就泛白了 然后我现在从底下 再把我们刚刚煮的 看看山药捞出来 山药是典型的白色食物 刚刚你看到它能量很丰富 你就觉得好像要赫变 当它一煮你可以看到整个完全翻白 然后整个的蛤蟆也打开了 基本上就OK了 试一下味道 不够再放盐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这个汤里面特别加了我们刚才讲的 说含有萝卜硫素的十字花科的这些花椰菜 那这个吃下去降低你的发音反应 同时增加你的尿中出现的这个 空气污染中的毒素的量 来帮助你排毒 所以这个在目前秋冬污染多的时候 这是非常应景的一道食材 而且又非常好吃 不过其实大家很难想象中说 除了肺病之外 到底BM2.5影响到多少器官 我讲我有一个病人 他大概在高中毕业上大学初就开始出现一个 严重的蛋白尿 那脚就肿起来 那经过治疗之后 事实上是痊愈的 因为蛋白尿整个都干净了 那因为是家里的独生女 家里也比较富裕 所以就大学毕业之后 就他妈妈也不给他去上班 认为他身体不好 就不给他去上班 那因为太无聊了 他就去日本念一个学位 回来还是不给他上班 那每次回来我们等看 他就等于在逛牌公司 你知道吗 我就欠他妈妈说 其实肾脏病没有那么严重 都好就好了 可以去上班 那妈妈说好吧 那你这样讲我就让他去上班 那他上班之前 我还特别跟他讲 我说因为上次你这个肾脏病 怀疑跟空气污染有关的 你这次要找一个老的公司 不要去找那种 状况很漂亮 刚状况完的公司 他答应我说OK没问题 那他爸爸就应用他的关系 帮他介绍了一家他朋友的公司 去上班 我跟他多倒门你知道吗 去上班一个半月脚就肿了 为什么 小便都泡泡 为什么 那到门诊来啊 他妈妈很不高兴 他认为是我害的 你叫他去果然肿了呗 真的 结果我问他 我说那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办公室就装潢吗 他说没有 我们办公室没装潢 可是因为我的位置 比较靠近门口 可是我们对门 搬了一家新公司来 他们在那边大张旗鼓 装潢了一个多月 结果他就中奖了你知道吗 那后来这个个案 叫他停止去上班 真的不要再吸收那个空气之后 然后呢 我没有忍住没有用肋骨醇 我忍住看看他这个肾病变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 忍了两个月这个蛋白蛋就退掉了 哎呀他公主病 这个真的是空污造成的 连续两次都是空污造成的 只能当公主的身体 肾脏病因为空污引起的 它绝对不是第一个 之前研究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知道肾脏的 所谓的包式囊 它有一层膜 这个膜会因为你的空污 而引起免疫反应 这个膜就增后 叫做默性肾病变 那一旦默性肾病变之后 表现就像我刚才那病人一样 大量的蛋白尿 然后整个脚就肿起来 那像这个情况 其实除了给药治疗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应该要把它引起 肾脏病这个源头去掉 像我那个病很明显的 上班台一个半月就发作了 你就把它源头锯掉 甚至不用药 它也可以痊愈 所以这个就典型的一个知道说 PM2.5 深入全身 连肾脏都中奖 他太太结婚到现在五年 不孕你知道吗 他们常常会闻到 那个 就是那个会飘上来 在他家里 很便宜的空气清净机 你管就可以很有效的 空气中的PM2.5 遇掉 真的 对 我跟你讲 半年之后 人家太太就怀孕了 那这个俗话说 这个季节 你们常常遇到很多 苦苦少的病人 有些时候真的很难根治 这句话也都没错 他先怕地骚 我真的很怕看咳嗽的病人 我相信徐医师应该也是 那就每次咳嗽的病人来 我们就很像福尔摩斯在办案一样 要问他很多问题 什么样的状况 你会咳嗽 有没有痰 会不会喘 有没有伴随什么其他的 不一样的症状 就是要从这些线索当中 抽丝剥茧 去找到他那个咳嗽的原因 那像最近 其实就有一个老烟枪 那老烟枪我们就知道 他常常就是一定伴随着有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就是我们讲COPD 那他也有过敏的问题 所以他的生活里面 每天不是大咳就是小咳 总之就是一定咳嗽 他也都习惯了 如果咳得比较厉害一点 那他就来拿个药吃一吃 让他恢复到好一点点的状况 他也就不以为意了 那最近他到了门诊来 他就不经意的提到说 怎么最近这两个月 他的咳嗽 好像都没有减缓的状况 都一直是严重 而且越来越严重 就算吃以前的药 好像也没办法改善 而且甚至到了 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他的痰里面会有血丝 而且甚至有一点点喘的状况 那我就劝他说 这样子听起来不太对劲 你应该要到医院 去照个X光 去看一下你的肺部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说歹说 他终于去照了骗子 结果回来 果然真的是一个肺癌 就已经有一个小肿瘤 在他的肺里面了 那还好经过检查以后 这只是初期 那治疗过后也就痊愈了 所以呢 就是提醒大家 咳嗽如果已经超过了 三四个礼拜 都没有改善的状况 吃了药也没笑 那甚至说 跟你以前咳嗽的状况不一样 伴随有血丝啦 会喘啊 这些情况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要去找医生 去判断你的咳嗽原因 不要自己去推测说 我可能是感冒 我可能是肺炎 我隔壁那个是胃酸 你有咳嗽 那我应该也是 不要自己去判断 要交给专业医师来处理 那问一下周太医 那秋冬季节 还有很多人觉得喉咙卡卡 那那个基本上 到底有 通常有的时候 观众朋友也很难 找出问题的根源 因为卡卡的意思就是在咽部 咽雾部其实是一个非常脏地方 比方我们大口呼吸 脏东西灰尘跑进咽部去沉积 比方我们鼻涕倒流 往后逆流的话 鼻涕也拆在咽喉 没有吞下去 比方我们胃食道逆流 胃酸往上饭 或是气管咳嗽的时候 痰用一点跑到咽部 所以咽部很可怜 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交汇剧集点 那我有个病人 他就很特别 他是一个自己说咳嗽的病人 这句话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大概四五十岁的病人 他就到目前已经差不多五六十岁 他是十年前来看我的 他就是每次在后诊的时候 你在后诊 不管多久一两个小时 从来没有听到他的咳嗽 然后一进了诊间之后说 医生我咳得很厉害 就开始表演他的咳嗽 那咳得真的很厉害 连我都吓到 真的很严重 然后开始的时候 护士就常开玩笑说 周医师很少听到 他搞微的 你从来没有发声 因为他从头讲到尾 二十分钟 你从来没有搭造一句话 一个咳嗽患者 能够讲二十分钟 用非常高亢 男生用非常雄厚的语气 讲他咳嗽的病史 因为台大医生是他的朋友 因为长根院长是他换体的 因为星光医院的什么某医生 是他主任 是他的好朋友亲戚 他全部看光光了 那为什么来找小医师呢 要说其实治疗起来 都有好还好啦 可是他觉得都没有好 要用中医慢慢调 那我的治疗能怎么样呢 我们第一个就用快速法 解决那个长期很搞微 讲不停的一个病人 那我们第一个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发现任何方法 胸腔还有神经内科 心脏都讲都没有问题 给西药都表面上都有帮助 可是都没有办法 断根他的咳嗽 第一个我们就问他的病史 第一个是他的高血压要除问题 他吃的是一个比方我们说的是 一个血管紧张剂抑制酶的 肾性高血压的高血压药 他是那个药的负重是让他咳嗽 咳嗽部常常警惧有痰 所以第一个月很简单 把他高血压换掉 用请他的西医去把他换药之后 他的咳嗽 喉咙有痰感就减少了 可是他还是没有觉得好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紧张 压力很大的 我们看到的喉咙是 他永远处于一个非常红肿的 胃食道逆流 还有就秋冬这时候 胃酸容易上饭 还有中医的秋天是容易情绪压力紧张 他的脖子永远的肿的厚厚的 脖子很短 脖子紧紧的 腿矮矮的胖胖的 是一个中年男子的一个循环不好 血脂肪很高 脖子紧张让这个地方压力很大 长期睡不患者 所以我们就用多重中药 不是只有致咳嗽和胃食道逆流 因为中医有个副方式 如果可以把他胃酸逆流压下来 让他睡眠好多一点 比方像龙骨 牡蛎 或像梅牙地 扶小麦 甘草 去让他整个精神放松 夜间睡得好 胃食道逆流放松他会比较OK 果不如起来三个月没有来烦我 我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来找我 可是他三个月是舒服很多了 那接下来我们龙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这个师傅今天要烧的是鸡肉 对 其实我今天也是用白色的一些蔬菜 那像有这个莲子白萝卜 还有这个是菇类的 还有这个洋葱等等 那主要的话我先把这个肉稍微有酱油膏 先腌过 先腌过 这个是猪的松板肉 这个是猪肉 好 那我们只腌酱油膏两大匙就可以了 对 那腌了之后我稍微把这个油温稍微放高一点点 然后这肉就先放下来 那只要酱油膏让他有入味 然后也挂上颜色 挂上颜色就好 那这边稍微让他慢慢的煎 先不要理会 那另外一锅呢 这里就是要做这些白色食物 但是因为白色食物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比较平淡一点 我今天用一个咖喱粉来帮我们做一个调味 好 所以我们一样热锅热油 对 放一点这个油在里面 好 那首先像这个洋葱它很需要一些油脂 我们爆炒一下洋葱 洋葱 然后还有这个是红萝卜 红萝卜 对 那红萝卜建议可以先稍微用热水汆烫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杏鲍菇 杏鲍菇 好 然后我们一样搭配了花椰菜 这个是白萝卜 莲籽 然后还准备一点家常的茅豆 对 茅豆人 这个可以百搭多元搭 因为萝卜跟花椰菜也是渐渐的季节的产量 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吃 对 尤其像这个时候秋入冬的时候 这些食材都是算很中期的 就是这个现在的食材 好 然后我们连白萝卜都一并一下 对 那白萝卜也是要先汆烫一下再下去炒 它的那个味道会比较不会有土味在里面 好 那这个稍微炒一下之后呢 像我这个我今天用的是这个一般的市售的黄咖喱粉 咖喱粉就可以下去了 好 好 这些蔬菜的味道可以带出来 而且咖喱炒过比较香 对 就拌了这里面的油脂一起炒就可以了 慢慢炒 好 然后慢慢炒它的同时 这个师傅还准备了这个红色的粉 红色的是那个一点的辣椒粉 红椒粉 它是不会辣但是有那个香味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能吃辣你可以准备酌亮的辣椒粉 辣椒粉 对 如果你不能吃辣其实超级市场有一种匈牙利红椒粉 红椒粉 对没错 那它就是带有红辣可是事实上没有辣度 是的 对没错 那时候红椒粉就可以一起下了 好 其实香料有的时候很提香 那就会变化这个烹调的风味 对 好 这个时候我这边给它割一点的水 好 还是需要大概一汤匙的水就可以了 可以这些蔬菜的带点水分出来 好 那我这边先盖一下 好盖一下 焖煮它 对 焖煮一下 猪肉我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刚刚师傅煎它其实盖上锅盖 对 也是稍微降低油烟的障碍 对 没错 对 那这个时候可以给它拌炒 因为你挂的是酱油膏 所以就觉得是浓郁的 看起来颜色就会比较很可口的感觉 对 因为这个松柏糯其实它很快就熟了 对 这边稍微给它拌炒一下 我先把它关起来 火先关起来 然后我们另外一锅蔬菜 让它们煮一下 焖煮的同时请教一下徐医师 抽烟的人如果慢性咳嗽 是有各种可能性的 而且有些时候慢性咳嗽要根治 基本上要找到它的病因也不容易 没错 那如果有问到说 他有抽烟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句会问的 不管他今天是男生女生 就问你有没有抽烟 如果他说有我有抽烟 抽烟时间很长 那就要去想想有没有可能 他是因为抽烟造成的这种所谓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或是现在把它简称叫肺阻塞 所以他常常会是什么样的症状 他可能是一个抽烟的人 咳嗽了一段时间 然后甚至他会喘 那越来越严重 那这种就是这个可能的情况 那我们最近就是门诊 这个病人是住院的病人 他是五十多岁 他抽烟已经抽了快四十年 然后一天两包 其实烟量蛮大 一天两包四十年 那他最近就是长期咳嗽 他其实本来一直在咳嗽 他也不管他 可是有一天的晚上 他睡到半夜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不对 他吸不到气 他觉得非常的可怕 他觉得他自己快要不行了 赶快叫119就送到急诊来 那急诊医师一看他 这个病人很喘 加上我刚刚讲那个血氧偵測 也就不到九十percent 其实他是属于一个低血氧的状态 然后呢 急诊医师很明显用听诊器 就听到他有那种很明显的那种气喘 那种喘民的声音哟哟哟的声音 所以很有经验的急诊医师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非阻塞病人急性恶化 他还帮他抽了血液里面的 这个二氧化碳浓度 正常二氧化碳浓度是四十左右 他飙到快要八十 所以他血液变得很酸 其实他就面临了所谓呼吸衰竭 他已经快要喘不过来了 所以通常这种时候就问他说 你要不要插管 要不要接呼吸器进加护病房 还好呢 我们现在有一些非清洗式的面罩式的呼吸器 可以使用在这一类的病人 所以他就赶快帮他带上这样子的面罩式的呼吸器 赶快帮他打雷固醇 用了比较高剂量的这有效的气管扩张剂 让他赶快稳定下来 所以肺部的阻塞跟这个简单的肺部的发炎 事实上不大一样 那有一些症状跟气喘 感觉上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会误导以为一样 事实上也有差异 其实他会有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他的呼吸的时候都会听到 我们讲喘民声 黑咕 哄哄哄哄这种声音 其实都会出现 但气喘他比较常见就是他是突发性的 他昨天还好的 但是今天空气已不好 天气已变冷 他就发作起来 那吃了药他明天就没事 但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他一定是越来越严重 渐进式的 而且绝大部分他都是有抽烟 他会随着他的抽烟的时间越长 年纪越来越大 他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明显 然后他的肺功能其实会逐年下降 跟气喘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好那同时间来看一下 我看一下另外这一锅 这个咖喱的蔬菜 蔬菜他本身这个有水分 让香气出来之后 给他调一个很简单的调就是盐巴 佐亮的盐巴 盐巴大概一小汤匙就好了 然后接着就是把这个这是莲子 莲子要先汆烫 汆烫好就直接放进来 然后再割一点这个是毛豆 毛豆烫好的毛豆 然后再把这个椰浆 带点椰浆下来 你做了一点咖喱风味的调色 对 那咖喱其实家里的蔬菜就可以百搭 没错 然后之后就把像刚刚这个煎好的这些 这个松板肉搁进来 然后给它拌均匀就可以来吃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那荣食物这道菜 它里面实际上也有了这个白萝卜 这种十字花格的东西 我们讲萝卜硫素刚才讲过 能促进这个我们的毒素 尤其是空污的毒素的排泄 那周太也讲白色的食物易废 这个是中医传统上的讲法 那事实上在现今的研究里面 也大部分的证实 它的确能帮助我们的排泄这些毒 或预防这个发炎反应 所以能防治空污的东西 其实从嘴巴也是一个方法 像我有一个病人 35岁 他本来只是来看尿酸的 长期的尿酸高 结果有一次他在门诊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他太太结婚到现在五年 不孕你知道吗 我就给他抽了一个血签 就发现这个男病人血签过高 你要知道签过高 本身会影响到精子本身的什么 精子本身的正常精子的量 就是说他精子数不会减少 可是他正常的不多 而且更有趣的是 签高也会影响卵脂的成熟 让女孩子比较不容易受孕 结果我就仔细问一下 结果他住在一家 金属加工厂的旁边 他们常常会闻到 那个金属加工厂的粉尘 就是那个会飘上来 那你知道吗 其实金属切割加工 其实会常常带有 像这种签这种 各种重金属 对 各种重金属 那因为发现他有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尝试着给他拦凿来排签 同时在他家里买了一部 三千多块钱的 很便宜的空气清净机 你要知道空气清净机里面 最便宜的一个成分就是 HEPA氯网 HEPA氯网就可以很有效的 空气中的PM2.5滤掉 真的 对 我跟你讲 半年之后人家太太就怀孕了 所以证实说 如果你有办法把这个毒排掉 阻绝它进一步进来 你也可以改善这个受孕的情况 那问一下吴医师 天气偏冷之后 很多细菌病毒流行起来 那有一些这个细菌病毒 有可能产生一些抗药性 对 最近有个新闻就是提到 今年可能是梅浆菌肺炎的流行年 而且这些梅浆菌很有可能都是一些 属于抗药性的细菌 那到底什么是梅浆菌呢 我们先听听一个案例 就一个十岁的小朋友 他来门诊的时候就说 他已经咳嗽反反复复的已经一个月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 他大概就呈现一个像小感冒的情况 有点发烧 咳嗽 那刚开始没有什么痰 然后在这个月当中呢 这个烧有时候退 有时候又高起来 但是都不高 那咳嗽的情况 从没有痰变成渐渐的有一点痰 有一点点血丝 可是很神奇的是 这个小朋友活动力非常的好 精神非常的好 那活蹦乱跳 都是走来走去的 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 想象中你知道的肺炎的状况 不太一样 那所以我一听就说 那这个应该就是梅浆菌感染了 那家长说 可是我前一阵子也带他去看别的医生 还看了两三个医生 没有人告诉我 他是梅浆菌感染 前面的医生是不是太逊了 那我是跟他讲说 其实事实上梅浆菌感染 它的特色就是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很难诊断 那经过了一些两三个礼拜 渐渐的他的症状非常的典型以后 遇到的那个医生 才有办法诊断出来 所以不是我比较厚了 时间上对了 那梅浆菌的治疗也不是那么困难 只要用对药 它很快就会好 可是刚刚我们有提到 这个梅浆菌今年可能会有一个抗药性的问题 这就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原因在于说 因为很多医生都不想要被 归类于那个很逊的医生 所以他会提早 说那可能是梅浆菌感染 那我们来用一用这个特别的抗生素好了 结果其实那个小孩并不是这个梅浆菌 就造成了环境当中的梅浆菌会有一些抗药性的产生 而变成我们没有办法用低线的药就把它治疗好了 那问一下这个周太医 除了白色的食物之外 日常的生活保养 有一些食材 确实对于这个我们要这个帮助身体的抗氧化 是有帮助的 对我从来没有录影录得那么舒服过 因为我从八九年前开始有气喘之后 其实我长期都会处于这样 就是那种气喘患者那种黑骨骚的感觉 我在九月的时候有个深夜 其实天气还没有到很低温 然后我开始半夜突然间惊醒 为什么呢 因为喉咙整个肿胀到 我只能吸 不能呼 整个是锁头 那这个是怎样 是气喘在发作 那等于说他已经不是气喘 他已经到哮喘 那你说这一个人要怎样 一直吸吗 不要呼吗 吸到最后是怎样 还是呼不出来 所以那当然那时候 教育枕边人没有用 反正他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人 我说我要自救 我要自救 怎么办呢 因为已经一分钟了 再来就 不能够放松整个锁头 那怎么办 我就开始用一些放松方法去 而且没有药 而且我也没有旁边 有没有紧紧的药放在床头边 因为我气喘从来没有吃过药 都是靠自 都好像都自己 就好了就好了 就那时候就花了三分钟 终于让我自己可以呼气出来 那是一个很恐怖的经验 所以从此我吓死了 我从9月开始就开始用一些垃圾 就是说一些萝卜皮调理法 因为我发现我的问题在于 我必须要调理和保养了 但是你吃萝卜没有用 因为其实萝卜有90%的钙 神经肌肉传导 是在皮上面和头上面 我就把白萝卜的头和皮洗干净之后 我利用它的萝卜硫素也是比较呛辣的 我加上姜跟姜黄 还有洋葱一点点和蜂蜜柠檬 每天早上开始空腹喝 喝这杯 不要觉得很恶心 其实是OK的 各位观众 主持人也不是每天吃香喝 真的 有的时候也会喝一些怪东西 奇怪 还好还好 这个乍看很黄 主要原因是姜黄 但是你加了萝卜皮 还加了什么 其实很干净的萝卜皮 还有就是蜂蜜柠檬 还有洋葱一点点 很难吃 还好 还好因为它加蜂蜜柠檬 对 因为在秋冬 咽喉是会因为干燥而很肿胀 那肿胀之后产生了干涩热痛 你要去滋润 那滋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有些 其实秋天富含的蔬菜 如果你不想要跟我一样吃剩菜和剩皮的话 其实有我们觉得秋天四宝 你下面白色蔬果 苹果梨子 莲藕 维生素C 都忘记没关系 你上面拜托一定要记得 有一个秋天非常好的 就菊科的像 党饿 莴炬类的 童蒿类的 红凤菜 菊科对于现在的你说 抗病毒或是流感 是有去让病毒压制它的发炎 还有另外第二个 我们今天节目上一直讲的十字花科 它觉得很像推手 太极推手 病毒 癌细胞来 它把它推出去 它不会让牌子 它是推出去 把它推出门外 就是白萝卜 花椰塞高丽菜 这两种东西 加上我们说的另外两宝 白色蔬菜 维他命C 对于秋天保养 对于黏膜才会有一些意义的 那问一下徐医师 这个秋冬一方面是感冒的季节 一方面如果比较气喘 或者比较容易过敏敏感的人 出入都尽量戴口罩 对 没有错 所以医师要提醒大家 口罩的戴法要戴对 是 口罩其实有非常多种类 不过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口罩 就记得一件事情 大部分的 你只要看到它是有颜色的那一面 其实是朝外的 没有颜色或是白色的那一面 是朝内的 然后呢 它戴的重点就是 你一定要让它贴紧 密合我们的这个鼻子 嘴巴 你要让它尽量贴紧 才不会一直把外面的这张空气 再一直吸进来 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阿伯 我就印象很深刻 阿伯戴的口罩很特别 他就戴这上面有写到N95口罩 其实N95 它是一个可以过滤 PM2.5 95%以上的这种口罩 听起来很厉害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 它其实非常非常闷 我们通常在医院的时候 就是我病人如果有肺结核 我要去那个隔离房看它 我再戴个五分钟出来 赶快脱掉 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快不能呼吸了 所以我们阿伯就戴这个N95口罩 但它里面还有一层纸口罩 然后它N95口罩 看起来已经戴了很久 很多缝 然后又戴在这个N95 这个纸口罩外面 所以它其实口罩完全没有贴合 所以它其实这个口罩没什么效 然后后来问话的时候 它拿下来口罩 持口罩全部都是口水湿大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能戴得住 也蛮厉害的 很不舒服戴得住 但是其实效果一点都没有 所以戴对很重要 谢谢徐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帮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首页 同时我们影片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直接按订阅 那健康好生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